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欢迎曾子昀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老师来自马六甲对吧 是 老师在这个信坛有多少年历史呢 20年了 20年了 对 老师我们一贯的作风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消毒双手做这个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来 老师请我们先消毒双手 虽然我们是在直播室呢 但我们还是全程会戴上口罩的 然后呢 要消毒双手 疫情虽然是稍微缓解了 也可以跨周了 就像老师可以跨周了 所以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 是的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肢体距离 确保我们都安全 这样子 老师今天也带来了六位同学 对 来到节目现场 是通过这个线上的交流方式 跟我们全国的观众见面 对吧 是的 好 我们把六位同学给请出来 我们的六位同学在哪呢 老师他们都是您班上的同学吧 对 中三的同学 中三的同学 好 我们把他给请出来 看到了 你们好 你们都是中三的同学们 对不对 对 你们好 来挥挥手 各位打个招呼 跟全个观众打个招呼 同学们好 老师在现场咯 好 我们来请同学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第一位是 欧恩西 是吗 哪一位是欧恩西呢 我 好 来 自找一下 大家好 我是欧恩西 我的自愿是当一名美食家 谢谢 美食家 他要当一位美食家 那你现在一定是很喜欢品尝美食了 对吧 也去到很多地方品尝美食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二位是谁呢 苏安柔 宛柔是吗 宛柔是哪一位 大家好 我是邱宛柔 我的自愿是当一名设计师 谢谢 设计师 很好 可以设计房子 然后室内设计也算是设计师 那第三位呢 我们有林龙浩 什么号 龙浩 哪一位呢 是男生吧 你好 男生 大家好 我是林龙浩 大家可以叫我龙浩 我的自愿是当一名厨师 厨师 谢谢 都是跟美食有关的 老师 对 好 接下来这位呢是 欧依庆 依庆 哪一位呢 哈啰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欧阳依庆 大家可以叫我依庆 我的自愿是成为一名律师 律师很专业 要加油 好 再接下来这位是 我发现两个名字怎么一样呢 依庆 依庆 两位都一样 第一位依庆是老依庆 是哪一位 是我 曾老师 薇薇杰 午安 我是吕玉如 我的自愿是当一名画家 谢谢 画家 好 那另外一位依庆又是谁呢 依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依庆 我的自愿是想成为一名放请假 谢谢 钢琴家 很好 欢迎你们来到节目现场这里 跟我们全国的同学们一起学习的 老师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关于中三议论文的课 是吧 对 那跟刚才我们在那边喝茶跟蒸汽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刚才薇薇您在思考的时候 就是以前也有一个科学家 就是因为通过这个蒸汽 这个盖子呢 蒸汽引起那个盖掀开的时候 结果他就发明了这个蒸汽机 也就是瓦特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他跟我们的这个思考 或者是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呢 对我们学习是非常大的这个影响跟帮助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课文 怀疑与学问 这篇议论文 就是要当一个好像好学宝宝这样吗 对 就是好奇宝宝有什么事情调问一下 所以呢就可以了解得更多更深入 是的 是这样哦 对 那今天会带来的这个文章呢是 就是这篇文章 对 怀疑与学问 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议论文之前呢 大家一定要先了解 就是议论文的这种写作手法 当你很清楚议论文的写作手法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在阅读议论文的时候 然后有更深入的这个了解 首先我想要问一下同学 你们之前学过了议论文 有哪一位同学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什么是议论文呢 你们的这个经验 或者是你们学过的这个议论文是怎么样的呢 可以说一说吗 哪一位同学要说一说议论文是什么呀 宛柔 OK 好 来宛柔你说 我认为议论文是一种 以讲道理 讲事实 予以服人的一种文体 我们可以从中说出我们自己的意见 而且可以体现出我们自己的主张 以反驳别人的那些论理 是这样吗 老师 是 非常好 老师给你四颗星 老师还在课堂这边做评估 给一分 有四颗星 这样如果老师用到五颗星的话 应该要讲得更仔细一些 是吧 是的 好 好 还有哪位同学要分享吗 一议论文是什么 老师我 OK 好 宛卿你来说 宛卿来 我觉得一论文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后提供几个例子 适时进行分析 来支持自己的论文 然后反驳别人的见解 让自己的文章更加有说服力 OK 好 说得非常好 宛卿是要当律师的吗 刚才说 对吧 这真适合 律师要有一些很多的论点出来 很多的见解出来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一论文就好像刚才同学所说的 它是一种剖析事物 论述道理或者是发表意见 主张的一种文体 那么作者是要通过摆事实 讲道理 辨识非 或者是举例子等等的方法 来确定他的观点 是正确 错误 或者是 树立 或者是否定某个主张 所以所有的内容 结构 文字 它都是围绕这个论点展开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里面的 它的证据等等 都是为论点服务的 这个就是议论文 好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表 来看一看 它就是论点 论据和论证 这三个要素 这个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那论点就是文章所议论 或者是阐述的观点 还有就是作者要表达的看法和主张 那论据就是你拿出来 你拿什么证据来证明 你这个论点是可信的 就是它证明你的论点 是有理由的 有依据的 要和这个论点之间 有必然合理 充分的联系 还有就是要通过必要的分析 你是阐释使读者更明白 这个就是论据 那论证就是说 我们有了这些证据 那我要怎样提供给人家 让人家幸福 就是我的这个方法 所以论证就是作者运用论据来证明 论点和逻辑过程的这个方式 所以它有包括了这个事实论证 道理论证 对比论证 比喻论证 和引用论证等等 是 那我们了解到了议论文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过后呢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我们给大家准备 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郑老师上课 来多了解一下议论文 好不好 来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有来自马六甲中学的 甄子云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还要跟我们讨论关于议论文 而这篇议论文的名称呢 就叫做《怀疑语学问》 我们把时间交给甄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好 同学们好 那今天我们要上的这一课 《怀疑语学问》呢 它的作者就是这一位顾协刚 顾协刚呢 是历史学家 是江苏苏州人 毕与北京大学哲学系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历史研究 所以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要进行历史研究的话 那你对一些考究的事实 一定要非常地到位 他在研究的工作中呢 《善于怀疑与辩违》 有不少的创建 主要的作品包括了《古史辩》 著有《汉代学术》 《史略》 还有《善林杂士》 《出篇》等等 在他曾经有一次呢 他就在吃饭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碗 有很多那种古代的那种小孩子的图 他就在那边思考 这个是什么图呢 那一是白纸图嘛 后来他就在想 这是谁的 有这么多孩子吗 原来是文王 他就说文王真的是有这么多孩子 他就去做研究 查来查去很多这个书本都找不到 那就有找到这个武王啊 周公的这些资料 就是文王没有 后来才知道原来 这个白纸图呢 是来自诗经那边 所以你看他做学问 就是要有一个问题呢 他进行的去考究 到最后得到一个答案 好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顾鞋刚呢 他写这篇《怀疑与学问》 好 同学们 我们首先呢 这篇文章《怀疑与学问》 这个题目 那他两者之间是并列关系 还是因果关系吗 有哪位同学你们想要来说一说的呢 是并列关系还是因果来的 OK 好 那位同学了 好 艾德里 我觉得是因果关系 因为我们要保持怀疑精神 才是多学问的态度 然后才会有真正的学问 OK 好 非常好 好 老师给你四颗星 四颗星 老师给四颗星 他回答得很好 还有哪一位同学吗 来 OK 很好 好 举手了 很好 来 老师 我也觉得是因果关系 因为你觉得那一件真的还是假的呢 你就会深入的研究 深入研究过后呢 就得到一些学问 然后用这些学问去证实它的真假 OK 好 荣耗答得非常好 老师给你五颗星 五颗星 刚好 五颗星 同学们 刚才你们讲的都没错 从这个语法上呢 华语与学问 它其实是一个并列式的一个短语来的 可是在文中 同学们都已经读完了这个篇章 我们发现呢 它其实在文章里头 华语与学问 它其实并不是并列的 它是形成一个因果关系 也就是只有华语的这个 我们用这个抱持着华语的精神 才是做学问的态度 才会有真正的这个学问 老师 我在想 如果是并列的话呢 又是怎么样呢 并列的话是两个 就是说华语跟学问是两个是平行的 它现在是两个是一个因果关系 就是说你要华语了 你才会得到学问 OK 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好 明白 来 我们看 文章里头第一段呢 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段它说 学者先要会疑 那么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成学 学者须疑 那边第一跟第二段呢 它就引用了这两位学者的名言 以提出这个观点 那这种写法 同学们你们读了过后 你觉得有什么好处呢 它首先它就用了这个 陈怡和张仔的这个 所说过的话 有哪个同学想要来读吗 那这样子作为文章的开头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呢 谁要拿信心来 赶快来回答一下 好 宛柔 好 宛柔 来 其实第一段和第二段 用了这个陈怡和张仔的名言 作为一个开头 是可以让这个作者 他的那个论点更有说服力 而且其实陈怡和张仔呢 他们在北宋时期是一个教育家 所以他们的 而且很多人也是知道他们两个都是谁 所以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读者相信 其实这个作者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OK 好 非常好 非常完整 老师给你五颗心 五颗心 那回答得很完整 五颗心 这是我们的课堂评估对吧 老师在同学回答问题之后呢 老师会给分数 但是我们没有说90分还是100分 这样我们给五颗心 五颗心是最高了吧 对 难分了 OK 好 好 还有哪位同学吗 好 想要发表意见的 是 有吗 大家也在怀疑是吧 怀疑人生 是 意庆 我觉得他们想用这两个名人的原因 是因为 陈怡也是那个北宋的理学家嘛 然后陈再是北宋的思想家 用他们这两个名人的话 会让读者更有那个说服力 让自己的那个论文更有说服力 OK 好 余青老师也是给你五分 是感觉跟第二位的 这位同学的那个论调 是几乎是一样的 是 差不多一样 都是通过这两个名家 所以同学们大家注意看 那他首先在第一段跟第二段 学者先要会疑 就是说我们学习呢 一定要带着疑问 对吗 还有就是第二个学者 他说学则需疑 从这两个段落里头 他其实就已经把我们 让我们知道 他整个文章的中心思想了 就是整个论文的这个主要的内容 就是自学必须要有怀疑的精神 所以那我说了这个论点过后 怎么样让人幸福呢 那其实就是我不是一般人的 我是讲的是一个名人 对吗 这个陈宜 他是北宋刚才同学说的 一个理学家 教育学家 对吗 而且是理学的一个奠基者 那张宰呢 同样的也是北宋思想家 教育家 理学创始人之一 所以这两个这么有分量的人 说过的话 跟我的这个论点 你说有说服力吗 有 肯定是很强的 对吗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两个名人所说的话 跟我的这个论点 其实是很有力的 所以也就是他在开始 第一跟第二段的时候 用了这个名人 其实就是有第二个好处 也就是很强的一个论据 我给的这个证据是很强的 你相不相信呢 你看 我不是我一般人说的 古时候也有人 两个名家都说过的 所以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对 好 这个就是刚才同学所说的 明白 好 来 我们看 大家在往下读第三段的时候 它里面一共有四个句子 一共四个句子 那同学们 你们在读这第三段的时候 要仔细分析 这四个句子之间 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在这个段落里头 它的关系是如何的 而且在整篇文章里头 它起了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所以大家在读文言文 对不起 读一论文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个 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好 来 这就是第三段 对 这个就是第三段 有同学 哪个同学想要说的吗 他会读吗 龙浩 龙浩来 老师 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 它们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作为一个铺垫 来引出下文 OK 好 龙浩非常好 老师给你四分 四分 恭喜 还有哪位同学吗 谁要拿五分 来 赶快发言 有吗 看表情的感觉是没有 对 我点名可以 可以点名吗 好 宛柔好不好 宛柔 来 尝试回答一下 好 宛柔 试试看 作者他先用学问的基础 来告诉我们 其实学问它是一个 眼睛 亲眼 自己看到的 或者从人家耳朵 听到的那些知识 然后他在第二句的时候 他就打了一个比方 然后再接下来 在做学问的时候 这就是果 因此他才会讲 我们一定在做学问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用 自己亲眼看到的证据 而不是去听人家说 因为如果听人家说的话 其实那个就是别人的传说而已 好 谢谢宛柔 答得非常好 老师给你满分五分的 我点名出来 直接马上现场回答 拿到五分 宛柔 很厉害 好 同学们你们看 刚才就好像宛柔所说的 他从学问 因为我们的题目是 怀疑与学问 所以他就以学问作为 这个接下来第三个段落开始 那他告诉我们 学问其实是怎么样呢 学问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和一个证据 一个事实和证据 那么这个事实和证据 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通过我们看到的 又或者是我们听到的 对吧 通过我们看到听到的 就可以变成我们一个知识 所以学问是这样子的 所以也就是接着下来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比如在国难危及的时候怎么样 对吧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例子呢 他其实就是在说明你这个学问 就是通过我们眼睛看到的 还有就是耳朵听到的 那既然讲了学问是这样子 那做学问呢 道理是相同的 对吧 所以他的道理是一样的 一样是什么呢 也是从眼睛和耳朵听到的 对吧 那可是有时候我们做学问 未必是你亲眼可以看得到的 对吧 有时候你是听别人说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怎么样呢 你就只能够靠耳朵听 所以如果是听到的话 这就是一种传说 所以他整个这个段落呢 他要带出来的就是 从学问到做学问 这个过程 所以通过传说 他说如果我们做学问的时候 你是听别人说的话 那传说要如何呢 你如何对待传说呢 你是听来的 那你要怎么办 所以他就在下一段进行议论了 看到吗 他这整个 在 因果吗 对这个段落里头 所以大家要注意他的这个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从开始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的证据 而事实的证据的来源有两种 对吧 说完了 他举个例子 这个就是音 然后学问的音 接着下来我们做学问是如何呢 所以也是通过这两种 眼睛看到跟耳朵听到的 可是有些是没有办法亲眼看到的 你只能够靠听 那就是传说 可是这种传说呢 能不能够进行 那要怎么处理呢 他就在下一段里头告诉我们 所以在整个篇章里 第三段他的作用就是 要引出下文做一个铺垫 就是我要接下去告诉你 要如何去对待传说 所以他在接下来 他就在谈论这个传说 是要怎么做的 是 老师 这边知道说有因果的关系 就是他整个段落呢 他先交代说 为什么我接下来会谈这个 他就会有一个导演这样子 是吧 那接下来的时候告诉你说 为什么我刚才要了解这个东西 就有一个答案出来了这样子 所以他有一个铺陈这样子 好了 这边老师想要补充一点 是 也就是说 那如果我们在读议论文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要看他的这个题目 华语与学问 华语与学问有时议论文 他在题目里头已经是中心论点了 那好像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课文 华语与学问 你根本看不出这个作者 他想要议论些什么 对 所以他只是一个论题罢了 它是一个范围 就是说华语和学问的这个范围 那接着下来 作者要怎么进行议论呢 你就要读他的篇章 那你就要把他的中心论 他的中心论点找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上在读 这个议论文的时候要注意的 所以你找到了整个他的中心过后 那你就要找他用了什么证据 来证明 用了什么方法呢 这个就是我们读议论文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是 记得老师所说的 真的是有很多东西要学 微微也在学习 好 我们接下来再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继续跟真老师 学习更多关于议论文的详细 稍后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问是怎么样累积来的呢 老师说要多问 然后就可以多学 是这样吗 老师 是的 要多问 好吧 老师我们继续上课吧 好 同学们刚才我们看了第三段过后 来我们再往下看 那请同学分析第四段的这个论证结构和思路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一篇议论文呢 除了我们要找它的中心论点之外 有时候你要看一看整篇文章 它有没有通过分论点来论述它的自己的看法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看它用什么方法 又或者是它拿了一些什么证据 这些整个结构和思路 我们都要把它搞懂 那你才能够很好的掌握整篇议论文 那同学们请你们说一说 你读了第四段过后 你分析一下它整个段落的这个结构和思路是如何的呢 有哪一位同学要跟我们分享吗 第四段 一清 你说 我觉得第四段它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开头 开头就是我们对学问的基本条件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应该如何以华语的精神对待传说 然后到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总结 最为重要的部分 就是华语的精神对学问的重要意义 OK 好 非常好 老师给你五个星 又是五颗星 还有哪位同学吗 还有哪位同学要试试看 我看什么 要我又点名咯 有吗 有哪位要自愿回答吗 好 刚才一清 我点名咯 我点名咯 我点名 来 我有两个 这边一会 有两个一会 我选最后一个一会 来 试试看好吗 哪位啊 是你咯 我也是 试试看 思考不到 对 思考不到对不对 那另外一位一会呢 谁要帮忙 议会 还有另外一位一会呢 要试试看吗 好像都没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么评估呢 老师 就好像刚才一清他所说的 通过这个篇章 我们来看一下 他其实就是承接上一段 一清所说的 他就接着来说这个传说 你看到没有 我们对于传说的话 不论信与不信 所以刚才第三段 我们已经讲了 传说 对 那接下来第四段 他就更深入的说明 所以他承接上一段 说明什么呢 传说 那也就是说 传说不管你信不信都好 你都要经过一半思考 对吗 就是说我们听来的东西 你信还是不信 我都要进行思考 你要进行思辨 对吗 所以我不应该随随便便 就相信他 所以也就是说 你经过思考了过后 就怎么样呢 你要做 就是要有怀疑的精神 对吗 你要抱持的这种怀疑精神 也就是我们做一切学问 应该要有的一个条件 不能够道听途说 对 就是他从刚才第三段 承接下来第四段 在深入的说明 我们如何对待这个传说 接着下来我们看 他在这里就 又再次点出了 整篇文章的中心论点 所以刚才老师已经提醒大家 在阅读议论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中心论点给搞清楚 那作者他想要再议论些什么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接着跟我们讲传说 我们要怎么去对待的 也就是说要有怀疑的精神 那怀疑的精神也就是我们做 学问应该要有的条件 要回到我们的主题了 怀疑与学问 对 就倒回来 所以我们一般上读 这个议论文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些找出来 那接着他说 这个中心论点点出来了 他又再举一个例子 再加强我刚才所说的 所说的这个论点 对吧 他就举了几个例子 从这边呢 他说如果你一直这样子问的话 你听到别人的 说的一些东西 你不断的发问 一直问的话 如果不是真的这个学问的话 很容易就给你 识破了 对吧 所以他说一切虚妄的学说 便不共自破了 对吧 你看他说三郎五帝 是谁说的啊 最先建于何书 对吗 书是何人著作的呢 何者何以之道 对吧 所以你看一层一层的问题 不断的在追问 如果这个 它不是真理的话 你这样子问 问到最后是答不上来 你就知道 这个是 这个消息不可靠的 所以现在我们手机上 资讯很发达 是的 所以我们收到这个讯息 我们也要抱持着 这种怀疑的态度 对 我们在追问 如果是真的话 你问到最后 你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 很好 这个很适合 现在这个时下 对不对 然后我们收到很多手机 最新消息 什么最新消息 这样子的东西 那是不是真的呢 未必 要多怀疑 然后多问 去找出答案 是 所以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已经到处了 这个怀疑的精神 对做学问的重要性 他这边就强调了 我们做学问 一定要抱持着怀疑的精神 好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看 第四段 它其实就是从第一层 从开头 一直到也是做一切学问的 一个基本条件 就是指出了怀疑的精神 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 接着下来 它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说 他听说中国三皇五帝 我们都知道嘛 整个我们的这个中国历史 是从三皇五帝那边开始 那它有什么根据呢 你可以这样子一直去追问 对吧 具体就说明了如何以怀疑的精神 来对待传说 好 那第三层呢 就是最后一句 它说我们 如果能够这样子追问 不断追问的话 一切虚妄的这种学说呢 便不共自破 所以也就是说 最后一句呢 就是整篇文章的一个中心层 然后带出来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做学问 最重要就是 抱持着怀疑的精神 好 这个就是在第四段的这个整个结构 好 同学们都在点头 我们都明白 比较明白了是吧 好 很好 来我们进入第五段了 好 第五段 大家找一找 它用了什么论证方法呢 所以读议论文的时候 跟我们写议论文 其实是很相近的 你懂得读 也就是说 也意味着你懂得写 对吗 所以你要懂得用什么论证方法 来论证我的这个观点 对吗 那在第五段里面 它又用了哪一种论证方法呢 在整篇文章 它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 好 同学们 你们可以说一说吗 来 又到了评估你们的时间了 好 来 一会 一会来 一会主动举手 第五段使用了两种论证方法 那就是对比和到底论证 他们都是观点更加的有说服力 更加的全面 对比 非常好 老师给你四颗星 四颗星 还有哪一位吗 还有哪一位要试试看 龙浩 龙浩 来 老师 这里总共用了两种论证方法 第一种是对比论证 第二种是道理论证 它们两个的作用就是让作者的观点更加的有说服力 OK 好 非常好 老师也是给你四颗星 也是四颗星 你看 它同样的 刚才同学所说的 第五段 我们来找一找 同学所说的这个对比论证 哪里什么东西对比什么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篇章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 它整个段落 这个段落里头 它有哪一些句子 它进行了怎么样的一个对比 再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 都要经过怀疑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 它要到处的就是怀疑的精神 接着下来你看 否则便是蛮虫 否则的话就是另外一面 对吗 所以也就是不怀疑 所以它用怀疑和不怀疑 作为一个怎么样呢 一个对比 它作为一个对比论证 接着它通过这几个对比论证 就是从正和反 两面来说明我的观点 使我所要讲的话呢 是非常全面的 而且是有说服力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就是有时候我们 在读篇章的时候 你读这个段落里头 它是不是有一个对比的成分 跟我们写一论文是相同的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 孟子所谓尽信术不如无书 对吧 它跟我们第一段 它是用了这个名人 这个是用了这个我们的圣人 对吧 孟子所谓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这个就是它做了一个什么呢 道理论证 它用古人所说的这个道理 论证了 我们不论对于哪一本书都好 哪一个学问 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 就好像你看现在科学家 爱因斯坦提出的这些理论 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反了 对吧 有些是提出更好的 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加先进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科学是不断的进步的 你只有通过怀疑 那我们才能够有更新的知识 对吧 所以它在第五段里头就用了两种论证方法 对比和道理论证 来概述它的这个论点 好 同学们我们接下去看 刚才你们会发现到 第四和第五段我们都是在讲怀疑 对吗 你看第四和第五段它谈的是怀疑精神 对做学问的这个意义 那第四段已经讲了 做学问要怀疑 为什么你第五段还要在写呢 对了 可是我发现到好像第四段是关于传说 是这样吗 好 我们就来问一位同学 好 有谁的答案跟微微一样 嗨 嗨 婉柔 婉柔 来 第四段跟第五段 其实它们有分别的 因为第四段它只是集中在于说传说 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传说 对对 而第五段它说的是我们要怎样 我们看书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有就是 抱持着一种怀疑的精神 而且如果一切第四段跟第五段 它会让作者自己本身 他这样讲的那个中心论点 更加的全面 而且让其他人更难的 找到破绊去反驳它 如果我是老师我给五分 我不晓得老师会给五分 是 非常好 婉柔 老师会给几分 我也是给满分 五颗星 五颗星也是五颗星 婉柔 非常好 那我们看一看 答案很完整 在这边就好像刚才婉柔所说的 第四段它是对于传说 要用怀疑的精神去对待 对吧 第五段它是对于 不论是哪一本书哪一个学问 我们都要经过怀疑 所以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书 各派的学者 他们所说的这个学问 我们都要进行评判 或者是重要的好的 我们才拿起来 所以它在这边 不只是针对了传说来讲罢了 所以我说各名家各书 我全部都涉猎了 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反驳 可能你要找更精准的 你才能够反倒我 不然的话我所说的这个例子 我说的这个方方面面 全部都已经概括了 所以在这边是完全 几乎是没有什么缺陷了 所以他写了第四段 又写第五段了 所以可见作者 他其实是有想到的 就是我们尽量的 在你理论的时候 减少对方反驳 就是说别人的信服就更强 有点像辩论的感觉 对 有一个点出来了 然后别人反驳你的时候 我已经预先想说 他会这样子反驳我 我又再出一个论点来去攻击回他 我们来看 第四段它主要的 就好像宛如刚才所说的 它侧重是 这个怀疑思索是为了取是 弃非 攻破一切虚妄的这个学说 那第五段呢 它侧重点是说 怀疑思索的三个步骤 就是因怀疑而思索 那思索而辨别是非 那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过后 我们的学问才是自己的 所以我们读书也是一样 不要说老师在班上教 或者是你看了书 你就呼伦吞早的全部吸收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过怀疑 你在思索了过后 可能你就可以记得更老 好 不要老是说什么的 点头 其实自己要多思考是吧 是的 多一点交流 就会得到更加不一样的收获 是 好 同学们 你们看第六段 第六段呢 它有四个这个常常什么 这个句子它的顺序 是否可以调换呢 我们注意一下第六段 也就是说 就是对于过去的学者的学说 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 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 也就是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 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 好 这几个常常什么 常常什么 它的顺序是否可以调换呢 有哪一个同学想要说一说吗 这个 这个 常常 好 来 好 玉如 我认为是不能调换的 因为人们对某种东西进行怀疑 然后他就会去辩论 就会去审判它是否对于错 然后他就会去修正那个错误 如果调换的话 那人们对这个事物的 对这个事物进行怀疑的过程 就不相符合不一样 好 非常好 还有那个顺序的 是的 可以调换是这样吗 老师 对 好 我们还有哪个同学要补充吗 哪个同学要补充 还有吗 就好像刚才 OK 依庆 来 你说 我也是觉得不能调换的 因为这个跟人生一样 也是得经历生老病死 也是跟文章一样 是怀疑到辩论到批判到修正 也是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调换的 好 也就是说 我们在读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他用的这些词 你看怀疑 接着辩论 对吗 还有就是我们评判 接着就是最后你做一个修正 所以也就是说你怀疑了过后 我对你的学手有怀疑 我就跟你进行辩论 对 那么辩论了 我们才可以分辨出谁对谁错 那么知道了这个错了过后 我们进行一个修正 所以它整个过程是顺序的 所以在这里 它是不能够进行任何调换的 所以有时候 句子我们就要读的时候 就特别的细心 这个词的 这四个词 它顺序是人们对过去的学说 进行怀疑的这个过程 也就是如果我们进行调换了过后 就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 就不相符合了 这个就是在第六段 刚才同学们所提出来的答案 这几段文章 听起来有一点混乱 老师在很努力地在跟我们解释 我们再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了 老师会给我们总结 究竟这一堂课 带来的中心思想 是什么的 我们稍后再回来 我会给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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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来 我们看今天这堂课它整个部分可以从第一段跟第二段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作者他引用了名言提出了自学必须要有怀疑的精神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学者先要会疑 或者是另外一句学则需于疑 那点出了整个中心论点 那第二部分就是从第三 第四 第五这三个段落来阐述 那第三和第四段刚才我们看了就是说它论述的对传说的话不能不论信和不信 我们都要经过一番思考 对吗 不应当随随便便就相信 那么第四段就加以在阐述 那第五段就是论述了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个学问 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和辨别是非 那么第六段就是整篇文章最长的一个部分 第三部分它就在论证了怀疑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 然后企计新发明的这个基本条件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要有新的这个知识的出现 我们一定要怀疑 如果我们一味着接受前人所告诉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这个时代肯定是不会进步的 对吗 我们任何的发明都好 任何的学问都是在我们的前人的基础上 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 自己经过思考过后 能不能够进行一个提升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创新 这个就是怀疑带出来的 而且才能符合现在的时代 是的 那同学们我们上了今天这一堂课 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你们从中学到些什么 或者是你们对这个课堂上有什么启发 或者是感悟的吗 是 如果可以点名吗 我想点宛柔 宛柔可以跟我们说什么 你学到什么 好 宛柔点头来 我学到了其实这篇作者 这个一论文的文章的作者 他的中心论点就是说 我们做学问的一定要经过怀疑 而且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可以从中研究到一些新的东西 而且可以同时反驳以前的一些论点 或者一些学问 同时去修正一些本来就是错误的一些东西 就这样 或者是不符合时宜的 是 好 宛柔总结得非常好 那我们再请多一位 好吗 我点名好 以庆好不好 是以庆吗 可以庆 好 来 我觉得这篇论文呢 它是属于 应用了台阶式的方法 一步步的层层推进 也就是刚刚第四段的 他使用了华音线 然后到辩论 然后到批判 最后到修正 然后让人们认为 常常怀疑 常常动自己脑筋才有问题 有问题才会有解答 此外呢 从开头到结尾 他整篇论文都有逻辑性 使那个一论文更有说服力 当遇到做学问瓶颈 其实最求完美的人 对他们都有极大的帮助 老师 是讲完了吗 还是还有呢 我有没有打断了你的话 以庆有吗 讲完了 讲完了 老师其实两位同学的那个总结 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们都说得很好 两位同学都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这个设论点来切入 如果是我评分的话 我会给他们两位都五分 两位都五分 那老师对他们的表现都很满意 整堂课综合全部人 我会凭大家刚才的表现 课堂上的表现 我会打个四分 整体来说 都很高 有些同学会回答得很好 那有些可能在阅读的时候 要多加注意 那今天我们再接下去看 这个课文呢 其实它的中心论点 刚才我们已经很明确了 从第一段一直读到第六段 就是说自学必须要有怀疑的精神 就是学须有疑 这个是整篇文章的中心论点 所以以后我们读一论文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抓到那中心论点 那有时候中心论点就从题目那边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好像刚才老师所说的 如果它的题目已经告诉你中心论点了 那你就很容易的 接下来文章里头 你就可以顺着去看 是不是它所说的这个 又或者是今天我们的课文是一个论题 那么这个论题是一个范围 那我们在里头我就可以去找 刚才从第一段里听 第一跟第二段就已经可以证实了 接着下来几段又可以看得到 所以中心论点我们找到了过后 那你就要问 它除了中心论点 是不是整篇文章 这围绕着中心论点在这边讲呢 还是它有分别的分论点呢 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作者他用了两个分论点 第一个就是怀疑是变尾趋望的一个必须步骤 把不好的拍出去 对吗 是是和非我们要把它分清楚 是一个怀疑是这个必须做的这个步骤 那第二个论点呢 分论点呢 就是说怀疑是建设新学说 启迪新发明的一个基本条件 所以也就是通过这个分论点来 巩固它的这个整个中心论点 就是学须有疑 所以整个分论点它的关系是低近视的 从第一个分论点呢 进到第二个分论点 所以这篇文章 我们看它整个的这个结构是如此的 老师 老国 还有 来 老师 来继续 是 对不起 它分论点在进行论证中心论点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能够层层深入进行论证 有时候我们进行分论点的时候 你可以分好几个来讲 因为有些作者呢 他只是围绕一个中心 整个中心论点来说罢了 所以文章一开头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他用两个著名的学者的话 提出了中心论点 那么第三到第五段呢 从消极方面论证 第六段再从积极的方面做一个论证 所以分开两个论点 层层深入的就可以把他的对于怀疑 在作询问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个论点上产生 谢谢老师 如果我们在家的一些朋友 想要多学习关于这堂课的话 我们可以去到 SumberCube网站那边多了解是吧 对 同学们 如果还要再看一些练习 或者是再重看呢 我们可以到教育部的 SumberCube网站 你们可以点击 里头有很多资讯 或者是一些游戏 还有一些练习 可以到里面去做 好 在巩固自己的知识 是的 好 我非常谢谢曾子云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析了说 其实一篇议论文 我们要怎么样去剖析它 怎么看才更好 这样子 也要感谢老师带来的六位同学们 谢谢你们 谢谢同学们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我们有机会再见了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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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